嘉義著名的高跟鞋地標 廣場上風呼呼的吹 下方的LOVE標誌 被颱風吹倒只剩下兩個字 景區內的鐵皮圍欄 也通通被吹壞 阻斷了整個人行道 成了潛在的安全隱憂 整個景區一片狼藉 附近道路也通通淹水 民眾想出門都沒辦法 那樓就陰 面樓也陰 有 有 誰說我現在去去去去去 那個公司的 梅姬帶來一夜大雨 嘉義布袋出處淹水 60多戶人家通通泡在水中 雖然經濟部水利署派來抽水機 沒想到卻一下子就故障 周邊道路不僅水淹到膝蓋 連屋頂都被吹壞 水全部淹進屋內 民眾趕著修補家園 社區中心的階梯也被淹掉一半 居民拿出水桶方法 保證千里 這個在抽水 這間 這間 他帶電池來有沒有 這間水沒有電池就抽 你不可以都說 很多次都這樣 你們就要 平常是你算抽水機 你就要拿抽風保養 每逢颱風就淹水 民眾真的非常不滿 家中衣櫃家具全泡湯 周圍也充滿垃圾 政府處理太慢 只能自己動手清掃 嚴重的經濟損失 也不知道該向誰來求償 記者綜合報導 歡迎